台湾一早稍微感觉凉意 不过太阳公公一露脸又开始觉得热 就要过中秋原本担心会老乱的台风 Baby家对台湾不会有直接影响 增强中台的Baby家持续朝西北西方向前进 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后 预计在星期一登陆中国上海一带 对长江三角洲构成严重威胁 明天大约是上午左右就有机会登陆到 中国的浙江上海一带 由于对台湾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 Baby家直播上海恐怕会打乱空中交通 长河航空已经率先宣布 往返上海五航班提前飞 台风虽然不直接影响中秋 考虑行程不受影响 不过中秋节前由于东边一路的水汽量增加 上月指数公布北部地区云量稍多 云凤望月四颗星 东北部及东半部云后碧月只有三颗星 中南部地区风清云溪是今年最佳的赏月地点 有四颗星 不过中秋后天气变数还很大 在东半部地区甚至大海雨东侧 可能云量比较偏多 偶有一些降雨 因此赏月的情形就可能叫碰碰运气 不过在西半部地区整体来讲 那天还是以午后的阵雨天气形态为主 晚上都有机会转晴 都还是有机会赏月的 气象鼠表示目前模式模拟低压带中 至少有两个低压 可能在周一周二就会有新的热带性低气压生成 两个是否会乘台还要观察 但根据欧洲美国最新模式模拟 到了星期三大季风环流内有多个 绕动发展位置强度及先后顺序有很大差异 模拟的路径也完全不同 而且都频繁大幅调整 因此对台会有什么影响 不确定性太大还得持续密切观察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低压带笼罩 台风会继续接力宣称 还清中秋同时别忘了留意后续天气发展 东西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